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Come on! 大家好,我是大鹏,你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吗? 固执的意思就是不听别人的意见,即使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也不做出改变,也要坚持去做,这就叫做固执。 也就是不懂得变通,做事不灵活,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做出变化。 嗯,你固执吗? 你是一个不懂得变通的人吗? 你是一个做事不灵活的人吗? 你是一个死板的人吗? 如果你是的话,请你改掉这些毛病。 好,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给很固执的人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做一根筋。 也就是我们把很固执的人,不会变通的人,做事不灵活的人,我们把这些人叫做一根筋。 先来听对话吧。 大鹏,我让你帮我买冰淇淋,你怎么没有买呀? 啊,因为你想吃草莓味的冰淇淋,但是商店里只有香蕉味的,所以我就没有买。 哎,你真是一根筋,香蕉味的冰淇淋也很好吃呀。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啊,比如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妻子正在做饭,突然发现没有言了,也就是没有闲言了。 没有闲言怎么做饭呢? 所以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妻子,拜托你让你去商店里帮他买一包盐。 但是在你到达商店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们家经常使用的那个牌子的盐已经卖完了,只剩下了其他品牌的盐。 所以你就没有买,空着手回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你就是一根筋。 因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牌子不一样,虽然品牌不一样,但是只要是盐就可以了,只要是在做饭的时候可以用就没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地掌握,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地改变我们的计划。 不要固执,不要死板,不要不会变通,不要一根筋,否则你就会失去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每天说中文,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大鹏,我让你帮我买冰淇淋,你怎么没有买呀? 啊,因为你想吃草莓味的冰淇淋,但是商店里只有香蕉味的,所以我就没有买。 哎,你真是一根筋,香蕉味的冰淇淋也很好吃呀。